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说什么外行领导内行 后来又说要让内行领导内行 要是专业化 要有专业化的知识 但是光有专业化的知识还不行 还得有时候还能变成外行 所谓外行的意思就是 我不具体的管具体业务里边的这些规矩 这些规则 这些争论 而我从重要讲话上那吸取营养 来给你讲大道理 这就是说你如果是个外行领导内行 那么你应该努力学习内行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个内行领导内行的话 你应该努力变成一个外行 内行领导内行也有这种麻烦 为什么他计较很多小的内行里边那些小东西 作家领导作家呢 对啊 当然是 我就说这个 咱不说 比如说这个翻译局局长 中央编译局局长 我不是编译 翻译局 翻译局局长本身外语还特别好 他这个脾气又狭隘 这个一个局的翻译可就倒霉了 没错 他什么文都懂一点 又都懂得不对 你翻什么他都认为翻得不对 如果那个翻译局局长呢 他不懂外文 你说这个大家多舒服 他虽然很严格 虽然他老想管大家 管大家你们要按时上班 他出这段按时上班 他还能按什么 要认真学习 是不是 你们出门要停假 三天以上不回来 要来电话 手机必须开着 他只能进行这方面的 我就有切身经验 我这十年工作的研究所 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研究的这么一个中心 那么这个所长呢 他本身恰恰不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最善于做筹钱 做组织 做协调的 所有的在这工作的学者都感到很舒服 感觉到被一个又善解人意又谦卑 为你们服务 服务型的领导 他是一个 后勤型的 后勤型的 所以大家都特别服从他 互相可以有竞争 没有任何人质疑他 所以现在中国教育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说教授他要做官 其实也是个麻烦 你教学科研很好 但是为什么一定你要当个校长呢 反过来又是很多行政的官员大学的他又要当教授 没错 还挂一个博导什么的 当官的他要混教授 你说这作家领导作家也是这样 作家领导作家 如果说大家一块同舟共计 说咱们写作好 这也行 那不可能 怕的是这个作家 他老想让大家证明 他的方向是正确的 其他作家的方向都是不正确的 他成了一个心柄 早晨希望大家认为他正确 晚上希望大家认为他正确 睡了一觉的还想 我不就是我正确吗 这才难受不难受 他说出了有普遍性的中国人的问题 这就像 你想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由衷的讲我们老板刘长乐 我说我在他身上就体会到一个什么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领导 有一种领导 他就是让你们周围所有的下属 证明我是聪明的 我是正确的 但是你像我们老板 他是总给你机会 让你证明你是牛的 你对了 但是还有一种领导事 你们听我 你看对了吧 听我听我 他没当过节目主持人 他也不跟你们抢节目 你们老板的 我也很佩服 和我和王老师都熟悉的另外一个 就是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 曾经大家很多人认为的 黄金时代 就是沈公 沈昌文 当总编的时候的时代 正好是沈公带着三位女编辑 每一个都没上过好像大学 都不是专业的学者 办了一本这么杰出的 所有的大陆的什么海外的知识人 都爱看的这么一本杂志 恰恰是这种非专业的职业人 他实际上是办杂志的职业人 他并不是学术杂志的学术专业人 所以他才办出最好 360行 领导也是一行 这就是无为而至 他本身并不是代表某一个学术派别 他既不是新左派 也不是自由派 也不是学院派 也不是江湖派 他在这你搞得好了就行 他没有什么非得要推自己这边的人的 没有这种倾向 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的派头 我这有一批最忠诚于我的这种理念的人 这个就麻烦 把人窄了 尤其是下边有一个还得了诺贝尔奖 还有排他性 相反他本身并不是说在学术上 可是人家也有很高的悟性 他虽然不做这个学术 你做出来 你这个有价值没价值 他也了不起 他识货 这是唐太宗之财 他识货 他识货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在中国当领导 我认为比外国需要更高的智慧 因为好像中国是个当领导得人情恋打 而且他有一个人情世故 你得门清 你比如说王老师最近 我挺想让他聊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看 中国现在是咱们反腐 公款吃喝 话都打下去了 对吧 过去的很 你知道最近餐饮业 说凋零 这家伙 尤其很多高级餐馆的 就是因为那你就体现出来了 这不准贡款吃喝是来真格的 这一下子他们就说打击餐饮业了 但是我就由此想到 很多时候中国的领导 他是不是有一个饭桌上的艺术呢 对了 他这样 其实因为我境外各地访问也多 就相对来说 中国的这个待客 招待 对 在咱们的一些党政机关里 他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接待 接待 有的领导还提出来 接待就是生产力 你听到吗 那是 那是 你懂 接待就我懂 我太懂了 就是你接待好了 接待好了 你到时候该给你批钱就批钱 对啊 该批 批项目批项目 对 关键在接待 所以咱们就重视接待 咱们的接待呀 比这个外国的接待复杂多了 这个事 你要不说 你有时候我又很感动 人家的 你说 年纪接待完了 你 你接待完 你说你不必要这么接待 你说你这是人话吗 可是你有时候又觉得吧 他确实是 就是在接待上下的功夫比较大 付出的成本也比较高 有的时候 比如说接送 现在好多了 有时候接送 他是怎么接呢 比如说我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 他在这两个城市 那个界线 那个高速公路 那个界线上 他一直到那去接 然后送的时候呢 要送到这个界线上 比如说 假设说您是XD吧 然后您XD那边是上面写出外地界 然后他送到你外地上 他才回去 这个废气游就最多了 一直送到境外 这就废气游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呢 他就觉得 这个人是感情的动物 不是连这个亨廷顿都说吗 他说这个是亨廷顿说的吧 您说的文明的冲突 对了 就是说中国这种感情文明 他认为中华文明 是一种感情文明 我们特别注重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对我的印象 比如我跟你在一块 我自己做的怎么样 我不管 但是你对我的印象 你是不是给我一个好印象 你是不是对我有一个好印象 对 尤其你要官比我大 资源比我丰富 如果我又给你一个不好的印象 那我太倒霉了 但这印象呢 又是个很感性的 感性的 这和咱们这种情义文化 感情文化 和西方的这种契约文化 对 就形成了一个 太好了 对 这个对比 从我们这个情感文化来看 你这个契约文化 是很没有人情味的 对 是冷冰冰的 公事公办的 他不交心的 你知道 就是条件 所以我看到的 有很多这种 就是项目 中卖的项目 就卡在这儿里有时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扎老师就说出来了 这外国人是契约文化 我们是情义文化 是 这个某种意义上 外国呀 它是性恶论 我记得八十年代 出过一本讲美国政治的书 他这题目就叫 总统是靠不住的 他先认为你靠不住 所以我得 他有一些说法 有一些做法 当然那些 中国呢 我们在老百姓当中 我们喜欢的还是性善论 人之初 人之初 性本善 所以咱们现在文学评论里头 动不动就是什么 表现了人性美 其实人性只有美的那一面 喜欢人家 人性恶 人性恶 人性丑 对 当然这个 咱们也不争这个了 所以他那个考虑的角度 不一样 你从性善的这一面 你觉得这中国文化吧 特讲人情 特讲情谊 特讲面子 特讲高兴不高兴 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领导 或者一个专家 或者一个投资人 来到你这 所有的人都不用说 不用动员 都认为让你高兴 是第一任务 你如果让领导不高兴呢 你不是活腻了吗 而且你不要都从坏的方面考虑 说他让领导高兴 就是因为他要升官发财 也不见得 他觉得 我比如我在地方工作 我在东四工作 是吧 你这个高级的人来的 我当然我东四的人民 让你快乐 让你高兴 对 难听的话 我不要说 我们以后另找机会 单独个别谈 尤其当着很多人 你这有任何困难都不要说 他形成这样一种观念 他有很多面 有的时候 他也带有 就是说我让你高兴 这下边的事情都好办了 所以这时候 情和事就统一了 但有的时候 他又是矛盾的 这两种 就是咱们这边 是好像有 如果说任何事情 都有三套标准的话 一套比如说是情意 就是是一个中和不中 比如信和不信 这是一套江湖标准 另一套 比如说是个对错 它是个道德标准 有这个事情是对 还是错 这跟人没有关系 第三套就是契约标准 就是不管对错 也不管情意 这个事情是有一个条件 咱们在这个条件 在签约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责任的 这么一个概念 咱们这边认为 我觉得西方 可能他认为契约特别重要 对错也是要有的 就像法治和比如说基督教 是管善恶的 最不重要 最不靠谱 最模糊的 就是这第三条 就是江湖伦理中意什么的 因为这都是人质 人质里边 咱们这边我觉得正好是相反的 最高的标准是这个 就像刚才说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不说哪个地方了 我前不久就有一个亲戚 从某地来访 来北京 他们那正好有一个 就是一个高级官员 落马 那么他的官员下边 这个马仔 是一个重要的 使官员落马的一个情报人 就是他提供了一个 就是说官员的腐败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结果后来我就说 你们那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结果我这个亲戚就说 我们所有我周围的人 这还是受过教育的人 都认为这个马仔太不像话了 他觉得做一个男人 他就应该在这个时候 他应该自杀 他应该去死 他怎么能出卖一个恩主 这个人是提携过你的 这个领导 我说 但是他做的事不对 比如他腐败了 他的政绩有问题 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这最根本的 你做人 首先你就根本就是不齿的一个男人 你是一个败类 我们这个朋友要说谁抓进去了 先别问是为什么 是醉酒驾驶也好 是什么也好 第一个反应 捞出来 赶快找人 捞出来 因为这是哥们 这是哥们 这是朋友 我记得有一次 跟梁文道先生 聊对台湾的印象 他说的 所以咱们这真是 一个民族 一个文化 他说台湾最得意的 最珍贵的 就是这种情谊 为什么 比如说 陈水扁的同乡 绝对站在陈水扁方面 你贪污没贪污 你法律上应该怎么助理 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官面的事 对 作为老乡 你现在是遭难了 我就一定要维护你的利益 所以这些东西 那我们到了这种中华文化圈 台湾 他又实行了民主 到时候他又要有法治这一套 这两套价值观怎么办 台湾这种民主 搞不好 台湾的民主 已经下结论了 他冲突 他冲突 不是 我们好多人是觉得 他在学习中 他在旧价值观 在核心价值观 我最感兴趣的故事 就是《红楼梦》里头 平儿怎么处理矛盾 他会丢了一样东西 他如果说这个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不能说 说的话会伤害人 他就拉着贾宝玉来 说你干脆承认 你偷的得了 贾宝玉又特别愿意 给丫头 做好人 给女孩们来效劳 有这样一个讨好女孩们的兴趣 我都打 都抖下来 大家都说平儿好 我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平儿没挑 皆大欢喜 消化矛盾 我们有个词叫消化矛盾 不是解决矛盾 真相并不重要 真相并不重要 就是贾宝玉偷的 别人再也不许说了 连林彪都表示 他要向平儿学习 所以这是 我现在想想 曹与琴给他起这个名字 平儿代表 摆平了 摆平了 咱们说办什么事 就是摆平了 我就老说这个 我说就是这个故事 你翻译成外文 你要让德国人看 他看完 他想不开 他能跳了楼 我觉得也没错 到底是谁偷的 怎么可能是贾宝玉偷的 贾宝玉到底怎么偷的 你要碰德国人 你就跟他永远讲不清楚 为什么是贾宝玉头 这就是难得糊涂了 难得糊涂 但是你说中华文化圈 香港不这样 香港人 他是英国知名统治 但是你知道 我就觉得这里面 又有很诡异的情况 我现在知道 香港人现在练不过大路了 大事办不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知道你说 中国人这套情意的东西 他能够 能够有非常神奇的作用 那边香港 冷酷无情 然后咱们讲契约 这大大谈谈 这个事就办不成了 反而有的时候 大陆人之间 你关系搞到了这个程度 不行的也行的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要上 就看你这人 我就 对把这事给弄成了 他有时候又有那么一种东西 你反而循规蹈矩 一个事情是办不成的 所以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现在参与大陆一些电视的一些节目的制作 我就发现 现在大陆电视全面超越香港 原来说学 你比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人那一套 现在我甚至都觉得有点腐朽 因为它是叫有个词叫工具理性 摄像 我只管摄像 我不管最终的节目好不好 跟我没关系 我完成了我的活 按时按点 其他就没关系 他遵循着这一套 可是你看大陆现在这个团队 他加起来了 就是说 每一个人又有一种性情 你看那个小姑娘 太想把节目做好了 他不是仅仅完成一个工作 他感情在里面 甚至他吵着架 节目做好了 他哭 你说我要绕回到咱们曾经也说过一个阴阳 大阴 二阴 三阴 我上次没这么说 我就说香港因为受了英国文化 这是英美这一系的 他变了 他演变成 但是他实际上在根上 因为他是从中华文化出来的 他是个小羊 他斗不过大阴 台湾还是跟中国一致的 我觉得怎么说 国共两党怎么斗 他都是兄弟俩 王老师您论了 可是美国这大阴 不是大阳 美国还是大阳 还是不行 到现在为止 至少没证明 俄罗斯是二阳 在我这说 俄罗斯现在不行了 看着中国直升器 但是美国大阳里边 他真的是有阴的一妙 实际上 你刚才说的这种带着性情拼命的 就创造不顾一切的这种东西 他这种艺术家里边这种个性 他在他大阳里边 实际上他是有的 就像中国大阴里边也有阳一阳 这最后是一个对手 中华文化的情意性和它的整体性分不开 你这讲的刚才也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它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 我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 对 就跟那西医 我这内科 我只管内科 我不能随便管外科 脚腾腻腻腻腻腻腻 可是中国他什么东西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 所以他一讲情意就更是整体了 因为情意和具体业务 这本来是两回事 对 但是一有了情意 他就一直落实着具体业务上去了 对 他把感情寄托在里边 寄托在里边 好也是他 坏也是他 在工作里他要找感觉 比如说对于香港人来说找什么感觉 我完成了我的工作 拿到我的钱就好了 这很简单 所以中国的事 不可能完全按照欧美的那一套来运转 但是我是说 咱们也看到咱们这个情义性 整体性 它可能有的弱的那一面 弱的那一面 第一我们对真实性的要求太低 我们对美和善的要求很高 但是对真实的要求太低 第二就是我们对具体的一件事 调分履细的 细细的每个都不能含糊 你都给我说清楚 这不行 准确性 咱们也做不到 这就跟中医和西医的这种论争一样 中医真的有一个整体观 然后他有的时候可以靠你这种信 就把这病治好了 他有强烈的暗示性 这中医像个艺术师 可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大忽悠 中医特好听 你现在各电台都在讲养声 都是中医讲养声 西医要讲养声 根本没人听 我跟你说 西医讲艺声 他给你画图 可是你真得了癌了 你是去找西医 我也是去找西医